嗨,大家好,我是阿伟啦,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这次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My Summer Essential就是我的夏日必备单品 不知道大家的夏天必备单品是什么呢 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大家彼此之间也可以做一个交流 看大家都买了哪些东西 那么不过这次影片我应该会分成上下两集 因为主要是因为我最近的这些单品 可能是真的买的有一点点多吧 而且我觉得好像都还蛮适合跟大家做一下分享介绍的 所以我想说就干脆分成上下两集 因此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的 这样才可以更新到下一集的后续嘛,对不对 讲到夏日的单品呢,第一样单品当然就是短梯啦 那短梯的话就是在我手边的这一件 这是来自The Future is on Mars这个品牌的一件短梯哦 其实这个品牌我之前也有跟他们稍微合作互惠一次 那这次是第二次啦,毕竟来到夏天了嘛 因此我就想说短梯是我们夏天的必备 在台湾可能有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都是可以直接单穿短梯出门的 那我觉得短梯的在夏天我就会选择这种比较跳一点点的颜色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比较亮色一点的穿搭 我是非常推荐去看艾文的频道的 因为我觉得它对亮色的搭配也是非常有掌握度的 那其实The Future is on Mars这一件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真的还蛮好看的 包含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也是啊 这是他们的这个印刷,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哦 它这件在logo的地方就是使用泡泡的胶印 有点像CPFM的味道 而且像这一件的磅数是蛮高的 表面也是使用比较滑顺的材质 摸起来触感是很好的 那以肩线来说真的是比较合身一点啦 而领口也蛮紧的 因此在比较冷的时候还是可以当作内搭来穿 那对于这种合身的版型啊 我个人在夏天的时候 就会想要穿西上短裤来做搭配 因为它比较合身的轮廓就还蛮适合这样的感觉啦 那我就是穿了这件Patagonia 比较亮色系裹绿色的短裤稍微做一下搭配的尝试 那我觉得天然色的上半身搭配上绿色的短裤 整体上还蛮和谐却小有亮点的一个配色 那我自己也在夏天的时候会觉得 诶这样穿呢感觉还蛮青春洋溢的 我觉得这样的搭配真的是 比较不勉强自己的一套穿的啊 就是短裤短袖 那整个穿起来就是非常良感非常舒适 那我觉得这个颜色是还蛮推荐给大家的 那我身上这件的是紫色配黑色 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和谐的配色 然后在最后呢也有一个资讯想要跟大家分享 不过在那之前呢 我想要先进入到第二件单品 第二件单品呢就是这个来自台湾的品牌 PRETTY NICE 他们的一件T恤 那这件T恤呢来头可不小了 可以看一下背面真的是 哇超帅的 PRETTY NICE是台湾的 OG饶蛇团体 喇叭嘴的大头所创立的品牌 他们还蛮常把一些80年代到2000年的设计呢 放到衣服上面 像是光碟遥控器之类的 我觉得都超酷的啦 有一种Y2K的感觉 如果大家想更了解品牌跟主理人 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YT 有够难约的英雄那一集 因为他们那个真的是拍得非常好 而且他们也有采访到大头 跟他聊一下设计的想法 那这件的话就是PRETTY NICE 跟我超级喜欢的台湾电影 就是 少年的安拉 的一个联名合作款式啦 在这面的话就是印着电影的英文名称 Dust of Angels 而且它是城市国际电影公司有授权的啦 那背面的话就是电影的剧照 里面主角之一 阿兜阿谭志刚 他骑着零峰50拿着开三刀很刷这样 忘记跟大家补一下 就是少年的安拉 他其实是一部台湾拍的 比较写实的黑道片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种 比较ganda 肥味比较重的这种黑道片的话 真的是非常推啦 也可以是我觉得算是 台湾呢 拍的最好的黑道电影了 那我觉得他的版型呢 就是属于中规中矩的那一种 我是故意买XL号啦 因为想要穿oversize的感觉 因此我在搭配上的话 就会选择一样宽松的牛仔裤 那裤子是 Our Legacy的Third Cut 这个宽纸筒真的很赞 那我之后也会出他们的专门介绍 所以大家不要催啊 一定会介绍的 那鞋子的话就随便搭一双皮鞋啦 我觉得整个穿起来就是有一种 皮皮酷酷的感觉吧 那也呼应到 少年的阿娜这部电影 在讲这种年轻人的故事喔 其实我觉得多多支持 这种台湾文化 台湾的设计呢 是一件好事啦 也可以让我们台湾的品牌 更加的强大 那么接下来是这一件 来自H&M的牛仔裤 那这件的话呢 它其实不是一般牛仔裤喔 它是做一个喇叭裤的版型 其实大家在裤腿这边 就可以看到 中间是比较瘦一点点 下面是比较宽的 真的是一件喇叭裤啦 其实最早我看到这一件呢 是有一次跟朋友去逛在那个西门店那一件H&M的时候呢 就是我有试了黑色 但我穿黑色之后出来就觉得 好像少一点点的感觉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后来又刚好 有机缘巧合 就是又去到那边 结果穿了这件水蓝色之后 发现哇 这中了 然后我就买下来了 那也可能是因为黑色 我觉得水洗比较没有对我的胃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件水蓝色的水洗 那我觉得它整个宽松的感觉呢 蛮像是巴黎世家出的 那以喇叭裤来说 它确实是比较宽的 其实我之前在影片里面 就一直还蛮常要推荐喇叭裤给大家 就是想要试着种草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单品 然后后来呢 我就发现到这件牛仔的 刚好也觉得 我好像切了牛仔材质的喇叭裤 所以就想说可以来试一下这样 那我觉得一试呢 真的也是成主户吧 尤其是它是做整身的都是宽版的喇叭裤的感觉 所以它裤长也是做的蛮长 会有点拖地 所以当你妈妈叫你打扫房间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穿着这件走一圈 基本上就少玩了 我觉得在搭配上 其实就跟普通的宽牛仔裤一样搭就可以了 像是白素T跟它的配合度就还蛮高的 就很像是肉燥搭配白饭一样 简单却很赞 那我这一次呢是搭Jeep Spirit的白色短T 这件也是拿一个oversize的size 那我觉得其实这件裤子呢是还蛮高CP值的 它的布料呢 整体是来到可能将近12到14盎司 我觉得是还蛮对得起它这个价格的 再来就是它裤脚其实像刚才大家看到 也有做一些魔魄的抓旧处理 所以我觉得它整体呢是非常用心在设计的 推荐大家可以到H&M去试试看 那这件呢其实是来自IJ他们所贩售的品牌AVSTOP 所设计的一件外套 所以在此呢我要先Shoutout to Jim 阿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怎么会夏天的时候推外套 大家先别急啊 这件外套绝对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穿的 那这件外套真的不是开玩笑 它整体做的真的非常的赞 它的面料是使用Teflen的这种防水材质 经过本人实测真的是可以防水的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出去吃饭 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在下雨 那真的呢就是因为我穿这件外套 所以才可以保持帅哥 那我觉得这件外套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刚好那一天呢就是让我不会太狼狈的回家 而它在正面也有分成四个口袋 有分成三种造型 收纳的时候呢可以做分层 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 然后在背面的材片有一个地方是空的 那里面的网布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夏天穿的时候 能够维持透气跟凉爽 另外就是这件外套它的玩法很多啊 像侧边的扣子可以打开 正面的排扣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造型感 我觉得是能够搭的方式还蛮多的 像我自己呢在IG里面那张po文的话 就是穿这件然后里面是衬衫加领带 那我自己觉得在秋天的时候 那样搭配真的还蛮帅的 那在夏天的话我就是穿短袖啦 裤子一样选择宽松的轮廓就不会错 我觉得这件就是把那种日系的配色跟轮廓都用得很好 然后把实用的设计呈现出来的一件好外套 那么接下来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配件啦 那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最近刚好跟那个抽奖的礼物呢一起买 就是这个New Era的跟BIMS别注的这个小钥匙券 那我这个王美手用的还不错吧 反正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New Era 然后它是阳机标的就是完全就是我的菜 然后搭配上了这个钥匙券 它就做成这样小小的 我觉得真的并不是在做这种小配件类的超级强 所以它正面的这个阳机标 还有它这个格纹的布料的选用 我觉得都还蛮不错 那质感也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在下面这个防尾的贴纸一样 就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了 那在里面呢一样有这个New Era的封条 就是这个5950的这个封条 它一样都非常的到位 然后这个扣子呢也都是用New Era 把原本的那样去还原的 连内标呢都不放火 真的整体是非常有细节的一个单品 再来还必须讲一点 就是它在这个钥匙圈扣的地方呢 它是有在做一层的 这样用久了肯定会撕裂掉嘛 但它就是有做了一层保护 因此呢在使用上面的就是完全不用担心 它也是一个可以用非常久的单品 那我自己呢平常在夏天的时候啊 穿入有那种皮带环裤的那种裤子啊 我就会把这个扣上增加一点小细节 当你在掏手机掏钱包的时候呢 这个小细节就露出来 是不是就还蛮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所以我就还蛮喜欢这种小配件类的 当然我有朋友说这可能是个小废物 但我觉得这也是穿搭的点缀单品啊 我就蛮常会买这种东西的 下一个的话就是买了一阵子 就是这个FCE的小包 那我觉得这个小包呢真的是 我买过呢算是质感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小包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正面啊 这个从萤幕上面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断面的尼龙材质 看起来是非常有质感高级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就是FCE跟Cordura合作开发的布料 所以它既保有了FCE的优雅 然后也有这个Cordura的这种耐磨性质 那我自己觉得我买到这个包还蛮满意的 那它其实呢分层我就觉得还不错 第一个就是它在下面有一半的这种半层式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就蛮适合放我一些相机的记忆卡 或电池之类的就是放在里面 然后再来比较大格的话呢 它空间我觉得是也还蛮足够的 就是可以放一些比较大的东西 像我有时候出门啊 就是会把钱包或者是像相机之类的东西 就大的都放里面 然后此外呢就是它里面还有做一个分层 里面可以放卫生纸啊或是其他东西的 那我觉得它总共是这样一二三三层 我觉得以小包来说算是够用的啦 再来就是它的背带啊 我觉得必须要夸奖一下 这它背带大家看到这边特别粗对不对 那其实这就是它们的减压背带 这边比较宽呢 在你背起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减轻大部分的重量 让你的受力面积也可以更大一点点 此外它就是一样可以做调节 就是用这个双低环的去拉 把它可以变长变短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扣子 是可以把这个背带呢 跟这个包包本体去做分离的 因此呢如果你是要放到背包里面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袋子呢收到小包 然后呢再放进你的大背包里面 我觉得旅行上面是还蛮方便的 那像我自己呢如果是戴这种 就是可以调节的帽子啊 我可以把帽子呢就是挂在这边 然后再扣上去 那其实这样的话 不想戴帽子的时候呢 这样收起来还蛮方便的 因此呢我也是看上它的这几点设计了 才会购买这个小包的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像FCE这样比较细心的品牌 我之后可能会在考虑买它们的后背包 或等等的产品 真的是我被它惊艳到了 前面提到就是跟这个 The Futurism Mars品牌是有做一个合作的 那我把它们的连结呢 这些官网资讯呢 都有放在它下面的资讯栏 此外呢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购买呢 可以使用我的推荐码 那我一样呢都是放在资讯栏上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下 他们的单品去官网看一下 然后也可以使用我的推荐码 去做购买会相有折扣 那其实这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单品 都是由我自己个人的角度 个人怎么去搭配啊 使用的心得呢 再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影片 也希望你们呢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恳 然后再留下你的订阅跟你的赞 还有别忘记了可以追踪我个人IG 这样才不会错更多的内容啦 那希望你们呢也可以看下集的影片 那我可能之后呢会尽快再出来啦 希望不要就是拖太久 那我们这次影片呢就到这边 谢谢你们观看 华为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